為何人工更糟糕呢? 第一就是看到那個人工97年之後跌 然後就是隨著經濟狀況 建築業的起落可以去到很大 那個起落大就是 譬如說60至90年代 香港是經濟發展 由工業發展到金融發展到房地產為建築支柱的時候 要建很多東西 那時候建築業就旺 旺就多公開人工好 但其實每一個發展的城市 建築業都會萎縮的 就是你的城市飽和起到差不多 那就會萎縮的 但是香港的萎縮就特別些 就不是說這個地區完全發展了而萎縮 而可能是根據經濟情況而萎縮的 譬如97之後然後就亞洲金融風暴 香港有些東西興起未興 譬如很多公共房屋 很多基建未興 因為金融的關係 那就不停了 建築就跟著死了 就由那時候開始 香港建築行走下坡 即工人的工資也走下坡 然後緊接著 到了非典那個爆發 又剛剛升的這麼多多 又搭回去 接著到金融海嘯 就是前幾年又跌多次 就是起少少又跌 起少少又跌 接著大家都記得 早幾年曾特首提出那個 十大基建項目 行內當時叫做十大欺騙 因為它出這個十大欺騙的時候 2008年就說到好像是 即刻已經是有東西看了 即是增加很多機會了 但其實政府這些先推出 但其實就未見的 就說是欺騙 終於隔了幾年之後 又去年開始就現實了 就不欺騙了 有少少類似凱恩斯主義的情況發生 就是政府是投入了很多錢 去基建那裏 那現在整個建築行業的量裏面 工營的工程項目是超過一半的 那它行內有一個很有趣的喊法 就是我們業內的GDP 當然不是我們一般人說的GDP 就是業內的GDP已經是工營佔了一半以上 現在大概好像六成多 有些可能接是六成半 那就是靠工營市 要建那些什麼機場 好像大橋 高鐵等等 什麼公路等等 去搞新政府總部 那這個是頂住這樣 好了 那頂住 然後怎樣呢 建了這個十大基建之後 建築高峰期 應該去到2014年 就是高峰期 高峰期之後怎樣呢 所以年青人 你給不給一個很長的前景 說我做了這個行業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看一個行業階梯 說大哥我 學了這個經驗就一輩子了 我學了之後 如果這個行業沒有前途怎樣呢 這樣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令到建築工人不願意入行 另一個就是 我剛才說考牌的問題 你考了整個新牌也好 代不代表你有穩定的前途 代不代表你有固定的工資 沒有的 譬如我有師傅牌 我叫做大工牌 我比起中工 是不是應該多些工資呢 應該就是 但是行業裏面 沒有一個固定價格 就是很海鮮價的 那譬如說 有些僱主 他都會用一些 沒有拿師傅牌的工人 譬如你懂得鋪馬仔 鋪得很漂亮的 鋪得很漂亮的 你沒有牌的 我都照聘你 那師傅說 那就好 那樣 為什麼我照走去讀書呢 還有搞那些牌的 又要行政 又要時間 又要交通費 一般工人都不喜歡 但是 因為那些大建築商 現在越來越需要專業 那所以 很多師傅迫著要拿 但是 進一個地盤 有些記者很有趣 譬如說 可不可以進去 拍一些工人做事 那樣 找一些地盤 介紹我 譬如我想拍攝 鐵工人做事 又行不行呢 我說你不用自意 現在所有的大起樓地盤 都是首位很森嚴的 你進去要拍掌文機 把你的手掌放進去 那 應該沒什麼錯 那 他這個 做到 那就是 是啊 聽過做你的手法 不知道怎樣 用卡 另外一種 就是出入雜證 譬如 那個地盤是新鴻基的 新鴻基 又出一個證 給你 那些師傅 做完這個地盤 去第二個地盤 然後去欠興地盤 又要搞另外一個出入 入雜證 那 然後你新鴻基 同一間公司 它有十個地盤 你要有十張出入證 所以呢 那些師傅 他算出入雜證 安全證書 加上自己的師傅塊 一甩出來 整手牌 好像賭神那樣 那 但是你有整手牌 代不代表你 你一定有個好的價錢 在經濟的時候 經濟差的時候 你整手牌 你也未必找到公眾 那 那這個就是一個 很嚴重的狀況來的 那就是很 很不保障前途的 一個公眾 那這些專業化呢 其實是不斷 去催促那些工人 要讀書 要拿牌 你不拿牌就不行 那大家 或者乘巴士都 都看那個告白的 就是問 那個老爸問 阿女 你和女婿結婚 住了塔尾 然後 然後 原來 那個老爸說 不是問你去了結婚註冊 沒有 問你原來做了 小型承判商註冊 沒有 那個就是裝修師傅 裝修師傅 都要去搞註冊 那個裝修師傅 你一個人自己去做事 都推你註冊 遲早 全行都要註冊 這種專業化裏面 其實 亦都是 資本家 對勞工的 一種控制 一種手段 當然 行業專業化 如果 行業專業化 結合工會的力量 是可以保護行業的 第一就是 最主要 保障就業 第二就是 保障工資水平 但是香港的工會 明顯是未去到這種 以專業資格 保護行業 保護就業 未去到 就成為了 資本家控制的手段 他要你 做得又好 做得又多 又受監管 我剛才說 譬如你入每一個地盤 你都要拍卡的 那就計算得很清楚你 但是另一方面 工人 你跟我計得這麼清楚 你有沒有 將我的成本 有沒有將我的工資 都計得這麼清楚 就沒有的 第一 我剛才說過 沒有那個工資 標準化工資的制度 第二 做建築工人 真的很折惰 什麼叫折惰呢 就是 譬如我做一個業主 我要建一棟樓 行有大建築商 大又好少也好 我是業主 我不會建樓 好嗎 我就找一間建築商 做大盤 叫做大盤 叫做大盤 總承建商 講這個 不是說 建一棟樓 但建一間村屋仔 都是這樣的制度 除非業主 會建起來 自己搞 有些大地產商 就自己開建築公司 譬如 場實 場實 地產 有場實 建築 場實發展 什麼 新世界 就有新創建 等等 即是自己一條龍搞下去 但建築行業 去一條龍未必去到底 譬如 阿行是大成建商 他就會將工序再分判出去 譬如 我做一個建築工程 就是講的是兀兀聲的 然後 二判 可能在他那裡分 有幾間二判 說的是幾千萬的建築工程 二判做不完 就再分下 三判就說百萬的工程 然後他又搞不定 再分下去 就說的是十萬單位的工程 再分下去幾萬單位的工程 再分下去一萬工程 香港對這個分判 是毫無限制的 我自己見過最誇張的去到八層 去到第八層之下才是工人很節奪 節奪分幾方面 第一就是獻身 到到工人為何有時候 大家看報紙會寫什麼慘慘慘追糧 就是你去到第八判 根本一獻身有勞資關係 要追責任的時候 一層就賴一層 我批評說不是 上面沒有付錢下來 上面又說上面沒有付錢下來 一路追誰呢 現在法例規定大半要負責 只是負責最頭兩個月的人工 好了 這樣欠薪就最嚴重 譬如不是去到欠薪呢 譬如是小副工資 譬如說明我七百元一日 他給到六百元一日 那又向誰追究呢 然後又逐層去追 那又是煩 另外再講 建築行業是一個高風險行業 那分一種死人 就是大家看到報紙電視 那些已經死人 被一支鐵串銷 那些是大鑊你才看到 你小的你看不到 那些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現在呢 專業化程度去到 我剛才說過 是每個建築工人都有個安全證書 然後進去每一個大地盤做事 他亦都要去安全堂 告訴你 地盤要注意些什麼 火警的時候去哪裏罩炮 但是這些很多時候 都是台面工作來的 當他每一層這樣拆下去的時候 去到第八個判口 他可能那個判口 今天是老闆 明天他亦都是工人 他哪裏有人力成本 去做那麼多的管理工作 他哪裏有那麼多安全儀式 哪裏提供到那麼多安全設備 沒有的 你講最總承見商 那當然是青頂八正的 又說他搜好所有的行業守則 點點點 去到幾千萬第二層承判商 都可以說 去到第三已經開始有東西脫漏了 講八萬那些 去到十萬那些 就開始很黑暗了 什麼事都會發生 就是除了職業安全 工資 剝削 譬如工人合約那些 不去監管 強職金 不供 然後你再下去那些 越低層的成本商 根本是越 不會做到那麼多的管理 那麼多質素控制 那麼多意識 可能他自己都不行 他自己的工程做得不好 都給上面罰錢 因為啦 你想一下一個分判制 那麼分判出去 當然是 加低者得的 那加低者得 就產生了一堆 你叫做死亡判頭 那些死亡判頭 就是 自己都不知道做不出來的 強硬去投 為了投標成功 好了 那接著就 工程量不好 工程質量不好 給上面扣錢 扣錢他就拿工人開刀 那就是欠薪 那講這些 就不只是講大地盤 就是建了一些小工程的 村屋地盤等等 全部都發生這些問題 就是當然現在很群眾性 就是講幾百人一起欠薪的 是少了 但是就是個別性的 欠薪或者被扣糧 減薪 就是講的時候多少錢 實際出不了那麼多呢 都時常有 那就是當資本家對工人 那麼多要求要專業化 要讀書的時候 那他們那個生活有沒有保障呢 他們那個工資制度有沒有保障 明顯就不是的 沒有那種保障的 那就是講工人要註冊的時候 判口要不要註冊呢 你判口都應該註冊的 如果哪個判口是沒有出糧性 應該畫花他的牌 不讓他做判口的 這個有沒有限制呢 沒有的 為什麼對工人這麼多東西 捏著 譬如在地盤 沒有帶安全帽 就要罰錢 或者甚至有些 叫做危險動作做了 要罰錢 但是在判口那裡 那些罰錢罰完之後 他跟著又可以在工人那裡扣 扣完之後 他跟著又搖塞一遍做回判口 又去別處騙人 這些都是一個很大的漏洞